拉斯维加斯在上周日上午,连续在唐人街及西南区的一家星巴克发生两起枪击命案,共造成二人死亡。 西南区的一家知名连锁店星巴克咖啡店内,上周日下午爆发警匪对峙枪战,造成一人不幸丧生。 警方已当场逮捕嫌犯,并且在周一公布了嫌犯身份为34岁的贾西亚。 案发地点位于近年越来越旺的西南区,在靠近暖泉路的彩虹大道7200号路段上一家星巴克咖啡店。 由于正值周日五间时段,是人潮来往非常密集的一区,维加斯大都会警局对媒体表示, 警方在周日上午近约11点半时火爆抵达现场时,发现情况特殊,便以持枪歹徒在店内挟持人质为前提将现场进行封锁。 同时,透过媒体告知大众尽量避开那一区,附近街道也因此而封闭数小时。 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,请浏览新闻王lvcnn.com 谢谢